好 剛才講過我們的重點在 發電器 利用磁漲快速的發生變化 讓它能夠產生電流的狀況的發電器 法拉第就發凌了我們的第一步的發電器 電磁感應產生電流 電磁感應產生電流的發電器 所以我們的發電器就是讓它在磁漲中轉動 我講過了 物理上所說的磁漲變化 它在磁漲量發生變化 隨時穿過的磁力線數目 所以轉的時候就會改變 然後呢所以就會有磁漲變化 然後就會有升電流 所以呢它是力學能換成電流 轉動動能力學能 產生的是電流 前面叫做電動機是什麼東西啊 通電之後會動 所以是電流換成力學能 這個是力學能換成電流 還是力學能換成電流 我們教的是這種 長像長這樣 一樣 名稱 前面教過 兩塊磁力叫做 長磁力 中間那一圈叫做線圈 或叫做電書 外面會有一個極電環還有一個電刷 極電環還有一個電刷 哪裡不一樣 這個極電環是兩個圈圈前後板 所以左邊的那條線 永遠接在後面的圈圈上 右邊那條線永遠接在前面的圈圈上 你轉過來的時候電流方向會變 可是你永遠都接在後面 所以後面的電流就會變 一下子進去一下子出來 所以方向就會改變 所以這叫做交流發電機 我們出來的是交流電 我們出來的交流電 如果把它改一下 如果把它改一下 回到剛才的直流電動機上 改成兩個半圓形相對的 它就會變成直流發電機 像這樣前後的 我們說名稱 長磁力 電書 極電環 電刷 兩個前後的極電環 這樣的出來的就是像這樣 圖上顯示的交流電 當然會再說一次 大小會變方向也會變 國中大小會變不重要 只要知道方向會變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改成這樣 就變成直流 因為我的左邊的地下線 有的時候接在左邊 有的時候接在右邊 我接左邊的時候是流出去 進右邊的時候是流進來 所以永遠都是左邊流出去 右邊流進來 於是電就變成直流 像圖顯示的 就直流 叫做直流電動機 我們基本上叫的叫做 交流發電機 我們叫的基本上是交流發電機 因為會轉動 所以直通量發生變化 所以就是磁場變化 所以就會升感應電流 然後每轉半圈 方向就會換一次 每旋轉半圈 方向就會變一次 那因為永遠都接在某個地方 所以它就會變 所以變成交流 所以永遠都接在 左邊的線永遠都接在後面 每半圈換一次 所以每半圈的電動就換一次 所以叫交流發電機 每半圈換一次 那這樣就不會換 這樣就不會換 這樣就不會換 就變成 雖然我的左邊的線換 可是我接的位置也換 所以就變成電流沒有換 直流 交流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慢慢換就知道了 紅色那條現在是接近N 現在等於是紅色那條 逆順中轉 它在遠離S 遠離就要升什麼 N 所以紅色要升N 一握 上方就是流出來 上方就是流出來 然後呢 現在變成接近N 要排斥 然後呢 所以 下面要升N 轉過來 剛才的上邊要下了 它還是流出來 還是流出來 所以這邊都是流出來 現在變成遠離N 所以它升S 因為N 它就變成流進去了 下方下面在下面 下面就變成流進去 流進去 再轉過來也是流進去 所以就剛剛跟你講的 每半圈會怎麼樣 每半圈會轉換方向一次 然後因為你接的方法的關係 就出現直流跟交流 直流跟交流 好 剛剛講過了 交流拉電機的電流大小跟方向 會隨著時間和改變 國中 國中 大小改變不重要 方向哪邊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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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交過 改變電流大小跟誰有關 我講了三個 你知道跟我講什麼 人去我前面這樣 你知道會兩個 你知道會兩個 OK 你知道會兩個 我怎麼樣可以讓它變大一點 我怎麼樣可以讓電流變大一點 是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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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什麼 我發電機 你增加我電流 我就問你怎麼加電流 加電輸 加電輸 好 加電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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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 知道 OK嗎 OK